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是有点难处 我还正发愁不知道该咋解决呢 那你说说 以前组里讨论工作的时候 我有什么观点 看法 都会主动交通 跟大伙一块儿讨论 心里边觉得还挺释放的 可自从进了组长本分 我就总担心自己交通得不好 看问题浅显 弟兄姊妹会小瞧我 会说我这个组长也不过如此 所以再讨论工作 我这话就越来越少 即使心里边有什么想法 也是再三地衡量 考虑才说出来 我就感觉 这样进本分心里边挺压抑的 杨弟兄 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形 是怎么经历的 哪能没有啊 其实 我刚进带领本分的时候 也跟你一样 总是担心自己说话 发表观点不准确 会被大家小看 尤其是一些涉及到业务方面的工作 我也不是太懂 我就想啊 我被选为教会带领 那弟兄姊妹应该觉得我还不错 可我要是解决不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那大家会怎么看我呀 会不会觉得我不适合进带领本分 不行 可不能让弟兄姊妹小瞧了 于是呢 我就实际地去了解弟兄姊妹的情形难处 找神的话交通解决 谁的情形不好 我也主动去帮助扶持 交通神的心意 一段时间以后 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 都愿意找我交通 我这心里啊 也是美滋滋的 但就是在业务方面 我也不太懂 就很少去关心过问 还总想回避 每当遇到事需要发表观点的时候 我都会在心里 反复琢磨几遍之后再说 生怕那句话那个观点说错了 被大家看漏了 说我这个带领不称职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带领职士 在一起商量是否培养李姊妹做组长 我觉得李姊妹虽然有一些头脑素质 聚会交通头头是道 但她尽本分没有责任心 也不接受对付修理 不太适合培养 可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 对她的评价还不错 我就有些顾虑了 心想 我要是衡量的不准 那弟兄姊妹会怎么看我呢 会不会觉得我这个带领 没啥素质 不会看人 也不明白真理原则 我就说 我也看不太透 这时我就突然想到了 约伯记中神与撒旦的对话 神问撒旦从哪来 撒旦就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想到这儿啊 我心里就有些自责 撒旦说话模棱两可 我说话也是没有明确的观点 我这不是跟撒旦一样吗 是啊 但当时啊 我并没有在这个事上 去认真反省自己 只是这么简单地想想就过去了 第二天 我们在落实一项工作时 遇到了一些难处 大伙都在想解决的方案 当时我就想到了一个实行的路途 刚想跟大家说 可转念一想 我也不确定这么实行 能不能解决问题 这要是不合适 大伙会不会小看我 说我这个带领思想挺简单 我就在心里来回地争战 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 佩大的弟兄提了一个 和我类似的想法 大伙一听呢都挺认同 觉得这么实行 能解决问题 当时我心里面就挺受责备的 这几次临到事 我都有一些观点看法 可不为什么 不敢把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来呢 这么做人 心里怎么就这么憋屈呢 是啊 我就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寻求 神哪 自从我尽上带领本分 就总想伪装自己 生怕弟兄姊妹小瞧我 说话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的 每天这样活着 我心里很憋屈 不得释放 愿你开启带领我 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情形 阿们 后来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解决败坏性情得有具体的实行路途这一片 败坏 败坏人类都犯这个毛病 做普通弟兄姊妹没地位的时候 跟谁接触 说话 也没有什么架子 没有什么方式 也不带什么语气 就是普通 正常 不用包装 没有任何心理压力 也能跟人敞开交通 谈心 平易近人 人容易接触 觉得这人挺好 可一旦有了地位 就高高在上 谁也够不着他了 他就觉得自己尊贵了 与普通人不一样了 瞧不起一般人 也不跟人敞开交通了 为什么不跟人敞开交通了呢 他觉得自己有地位 是带领 带领就得有形象 就得比一般人高点 比一般人有身量 有承担能力 比一般人能忍耐 能受苦 能花费 能经得住任何的试探 甚至死了多少亲人 都不能哭 要哭也是钻到被窝里哭 不能让任何人 看到自己的短处 缺陷与任何的软弱 甚至消极了 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都得掩盖着 他觉得这是有地位以后 该做到的 他把自己控制到这个程度 那地位是不是成他的神 他的主了 那他还有正常人性吗 人一旦有这种想法 把自己定归到这样一个范围里 把自己包装成这样一个人物 他是不是就特别保爱地位了 是 是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我进带领本分后感觉不得释放 是因为我把自己端在一个高的地位上 想想每进带领本分之前 我跟弟兄姊妹接触 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 还挺释放的 可进了带领本分后 我就觉得既然我是带领 那我说话做事就得有带领的样子 得有带领的范儿 我的思路见解就得比别人高 得让人佩服 不能出错 所以啊 我就把自己的缺陷不足 包着裹着 每次发表观点前 我都要在心里反复地琢磨 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都不轻易开口 我也是这样 为了维护好这个带领的形象 不被大家小瞧 我明明认为李姊妹不适合培养 也不发表自己的真实观点 工作遇到难处了 我明明有点解决的路途也不说 生怕说的不合适 被大家看漏了 就不把我当带领对待了 我考虑的全是自己的名誉地位 却丝毫不考虑怎么实行 对教会工作有利 连自己该建的本分都没建上 实在是太卑鄙了 是啊 是啊 其实有时候在建本分中 发现一些问题 或者有什么思路建议 这很可能是出于神的开启引导 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脸面 不发表观点 这不是埋莫神的开启 不是背逆神吗 是啊 想想神高抬我进带领本分 是给我一个操练的机会 让我能得真理长见识 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地配搭 共同维护教会工作 对 可我不是想着怎么把本分尽好 整天就为着自己的脸面地位 换斗换施 尽本分不务正业 让神厌憎恨我 我实在是太没有良心理智了 我就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 神啊 我为了维护脸面地位 变得越来越自私诡诈 我心里也没有平安喜乐 觉得很累 很憋屈 活得没有人压 我不愿再为地位活着了 愿你带领我能摆脱脸面地位的捆绑 阿们 后来我又看了一段神的话 还是刚才那篇 你没有地位的时候 能常常解剖自己 认识自己 别人能得到益处 别人能得到益处 你有地位的时候 还能常常解剖自己 认识自己 让人从你的经历中 明白真理实际 明白神的心意 别人是不是也能得到益处 不管有没有地位 你这样实行 让人得到的益处是一样的 那这个地位 对你来说是什么 其实就是个额外的 附加的东西 像一件衣服或者一顶帽子一样 你只要不把它当回事 它就挟制不了你 除非你喜爱地位 特别注重地位 总把它当回事 它就把你控制住了 然后你也不愿意认识自己了 也不愿意敞开亮相了 也不愿意放下带领的身份说话 与人相处尽本分了 这是什么问题 这不是你把自己抬上地位了吗 然后还占着地位下不来 为了维护地位 还跟人争夺 这不是自己折腾自己吗 最后把自己折腾死了 你怨谁呀 你有地位还能不占地位 而是注重怎么尽好自己的本分 把自己该做的 该尽的本分都尽到 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 你不就不受地位挟制了吗 阿们 是 看完了神的话 我感觉心里很亮堂 之前我就是太注重带领这个地位了 这是自己挟制自己呀 是啊 其实不管我有没有地位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的素质深量 并不会因为所尽的本分不一样 而改变什么 对 而我总想包裹自己 树立一个高大的形象 把自己折腾得又苦又累 实在是太愚蠢了 是 虽然我是带领 但我并不比别人强 我应该正视自己的缺少不足 和弟兄姊妹敞开 解剖亮相自己 明白多少就交通多少 把心思 多用在尽本分上 把带领该进的本分和责任先尽到 阿们 这个心态对呀 是 感谢神啊 这么交通我也明白点了 我总担心自己交通的不好 就不主动发表观点 这也是在包裹自己 维护自己的地位形象 其实我刚操练做组长 还缺少很多 有不明白 看不透的也正常 我应该和弟兄姊妹敞开交通 取长不短才对呀 是啊 杨弟兄 那你后来是怎么实行的呀 后来呀 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小组聚会 就发现这个小组 进本分效率比较低 他们在业务上 有一些工作流程可以精简 我就想给他们提一提 对 可又一想 万一我提的不是问题 那他们会不会觉得 我不懂业务还在这提建议 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这时我意识到 我又想维护自己的脸面地位了 就在心里默默地跟神祷告 求神带领我能胜过败坏心情的捆绑挟 是 既然我发现问题了 那就得提出来 不管我的建议大家能不能认同 会不会小瞧 我都得实行真理 把自己的本分先尽上 阿们 是 于是我就说出了我的想法 大伙一商量 发现确实存在问题 并进行了调整 这么实行啊 我心里挺踏实的 是 从那以后 在进本分中 我有什么想法 或者发现什么问题 都操练敞开交通 当一次次这么实行的时候 我就发现 进本分 不再像之前那么憋屈了 很多时候 也能得到神的带领 提的建议 多数时候都能被采纳 即使有的时候 提的一些想法思路不可取 但大伙也没笑话我 是 做讨论我也知道做在哪儿了 就感觉心里轻松释放了很多 感谢神 就觉得单纯敞开 不把自己端着 这么尽本分挺好的 感谢神啊 还是单纯敞开好啊 有啥说啥 不用包着裹着 这样心里不累 即使说错了呢 大家也能取长不短 这也是好事啊 是 感谢神 一段时间以后 我在业务方面呢 也有了一些长进 有个弟兄还说我长进挺快的 感到弟兄姊妹对我有了一些认可 我也挺享受这种被人高看的感觉 不知不觉 我跟弟兄姊妹配搭时 又开始注重自己的地位形象 没多久 教会需要选举一名带领 负责更大范围的工作 我和几个弟兄姊妹 被推选为候选人 根据原则 选举时要读每个候选人的评价和简历 让大家对候选人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嘛 对 这时啊 我心里就翻腾开了 我就想 之前有弟兄姊妹给我提过一些问题和缺陷 说我性情狂妄 尽本分容易独断专行 不跟人配搭 可这些败坏缺陷 现在还没有多少弟兄姊妹知道 如果我这次参加选举 那到时候一读评价 大家就都知道我的这些问题了 那待会儿会怎么看我呀 会不会觉得我不适合进带领本分 那到时候我再提建议 大家还能听吗 大家还能把我当带领对待吗 如果我不参加选举 那大家就不知道我的这些问题了 应该还能维持住我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形象 想到这儿我就决定不参加选举 当天晚上我就跟带领说我选择弃权 那带领是怎么说的 是啊 带领当时就给我发了一段神的话 让我再寻求一下 嗯 做人该有的原则第六段 那我来读吧 嗯 好 那些总包裹自己 总粉饰自己 伪装自己 让别人高看 让别人看不到自己的毛病 缺点 总想把自己最完美 最好的那一面 显给人看 这是什么性情 这是狂妄 虚伪 假冒为善 这是撒旦性情 是邪恶的东西 就如撒旦政权里的人 背后怎么打 怎么斗 怎么杀 他都不许人报道 也不许人揭露 还想方设法地掩盖 在面向公众的时候 还极端地粉饰自己 说他们多么爱人民 他们多么正确 多么光荣 多么伟大 这是撒旦的本性 撒旦的这方面本性 突出的一点是什么 欺满哄骗 欺满哄骗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为了蒙蔽人 不让人看清他的实质 与本来面目 从而达到稳固他的统治的目的 普通人虽然没有权利 地位 但他也想让人对他有好的看法 也想在人心中有好的评价 有高的地位 这就是败坏性情 对这些事没有认识的人 从来不谈自己的毛病 缺陷与自己的败坏情形 从来不谈认识自己 他谈什么呢 我信神多少年 我做什么事是什么想法 我做什么事考虑的多周到 你们不懂 这是不是狂妄性情 狂妄性情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让人高看 让人高看的目的 是为了在人心里占有地位 你在一个人心里占有地位了 你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他对你就恭恭敬敬的 跟你说话特别客气 总是仰视你 什么事都让你优先捧着你 说话从来不伤着你 跟你商量 你是不是从中得到好处了 其实人要得的就是这个 在一个人心里有地位 这是有后期效果的 所以人才去争这个地位 如果没有什么利益 你还在乎在人心里有没有地位吗 好比说你在他心里没什么地位 他跟你说话平起平坐 该顶撞你就顶撞你 对你没有客气 也没有尊重 也可能你的话还没说完 他就走了 你是不是觉得很不舒服 人给你这样的待遇你就不喜欢 你喜欢人处处巴结你 高看你 高抬你 一丁点都不伤着你 什么事都让着你 这叫地位之福 人为了地位去争 去抢 去夺 目的就是要抓到地位 享受地位之福 一旦抓到手 人还能放吗 人蒙蔽人 在人面前伪装 粉饰自己 包装自己 美化自己 让人认为自己完美的目的 就是为了享受地位之福 不信你仔细琢磨琢磨 你为什么总想让人高看呢 你极力追求的那个地位 到底会给你带来什么 他对你是有好处的 是能给你带来益处 带来享受的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我总包裹伪装自己 让人高看 这都是受狂妄本性支配的 是 目的就是要在人的心中 占有地位 享受地位之福 是 会想我刚进带领本分的时候 就把自己给端起来 觉得我的素质比别人好 身价比别人高 就怕弟兄姊妹 看见我的缺少不足 会小看我这个带领 我就不经意发表观点 极力地包裹伪装自己 这次交会选举 我被推选为候选人 我又担心参加选举 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性情狂妄 以往进门分独断专行 就不高看我了 以后在弟兄姊妹心中 就没有地位了 说话也没人当回事了 为了维护在大家心中的地位形象 我就选择弃权 逃避审败社的环境 不想让弟兄姊妹知道我的真面目 总想迷惑弟兄姊妹 享受大家的高看崇拜 我这存心实在是太卑鄙了 是啊 我想到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他们在信徒面前 装出一副敬虔的假象 来迷惑控制信徒 把人带到了他们面前 我得所作所为 跟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啊 这不也是想占有人心 与神争夺人吗 嗯 这是在抵挡人呢 真实到这儿 我就感觉有些害怕 也感觉自己太可耻太恶心了 没有一点理智啊 是啊 这名誉地位 能让人享受一时的风光 但更能坑害人断送人啊 是啊 是啊 当时我就特别懊悔自己 就跟神祷告 愿意向神悔改 不再追求地位了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说 不管临到什么问题 必须得寻求真理解决 千万别伪装 别给人假象 无论是自己的缺少不足 自己身上的毛病 还是败坏性情 都要敞开交通 别包着裹着 学会敞开自己 这是人进入真理的第一步 是最难攻克的第一关 你把这一关攻克了 进入真理就容易了 迈出这一步 就意味着你把一颗心打开 把你自己所有的 不管是好的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都赤路敞开 亮给人看 也亮给神看 对神没有隐藏 没有掩盖 没有伪装 没有诡诈 没有欺骗 对人同样也是坦诚相待 这样你就活在了光明中 不单神见察 人也能看见你做事有原则 有透明度 你不需要为自己的名誉 脸面 地位 或者为自己做错的事 做任何的掩盖 修饰 或者使什么手段 不需要做这些无用工 那你活得就很轻松 丝毫不累 完全是活在光明中 这样的人 才能蒙神称许 阿们 神要求人的 不是人能做多少事 搞多大事业 也不需要人有什么伟大的创举 神要的 使人能踏踏实实地 尽上自己的所能 按神的话活着 阿们 神不需要你多么伟大 不需要你多么尊贵 也不需要你创造什么奇迹 神也不想在你身上 看到任何的惊喜 不需要这些 神就需要你听神的话 听见了就记在心里 踏踏实实地 按照神的话去实行 让神的话成为你的活出 成为你的生命 这样神就满意了 阿们 感谢神 从神的话中 我找到了实行的路途 之前我总追求做一个高大的人 不让人看见我的败坏缺少 让人高看崇拜我 这是最让神验证的 神喜欢的是能听神的话 脚踏实地地尽好受造之物本分的人 神喜欢人做诚实人 不掩盖不伪装自己 不管是好的坏的 有什么败坏缺陷都能赤路敞开 这样做人才有人格尊严 是 是 我不能再包裹伪装自己 追求让人高看了 我得主动敞开 做诚实人 把自己真实的一面亮给人看 不管别人怎么看 我都得实行神的话 按神的要求做人 感谢神 阿们 选举前我就跟弟兄姊妹敞开交通了 这次参加选举时心里的流露 快轮到读我的评价时 说实话 我心里还是会有些紧张 就担心弟兄姊妹听完评价之后 会怎么看我 但有这些想法出来的时候 我就在心里不住地祷告神 求神保守我的心 不管大家怎么看我 真实的我就是这样的 对 我都要学会坦然面对 不再去伪装了 想到这儿 我就感觉心里轻松释放了 感谢神 公布选举结果时 我被选上了 当时我很惊讶 没想到会选上我 但我知道 这个本分临到 完全是神对我的高抬 是神给我一个操练的机会 我从心里感谢神 感谢神 感谢神 经历过后我就感觉 按神的话实行做诚实人 不包裹伪装自己 这心里感觉 踏实平安 而且活着也不累 是 从那以后啊 我就不再把自己端在地位上 跟弟兄姊妹说话相处了 尽本分钟流露败坏了 也会和弟兄姊妹敞开交通 说心里话 这心里挺轻松释放的 而且跟弟兄姊妹的关系 也更加致近了 现在啊 虽然我这方面的败坏 还没有完全脱去 但我有实行路了 也有信心继续按神的话实行 脚踏实地地做事尽门分 做一个诚实人 感谢神啊 这下我也有师兄的路了